導演齊博林的嫁 也就是看見齊博林的基金會當事齊廷環 今天就要請去廟列官 投資官來演講 所以在演講之前 受到 受到這個小企業 這個相反人的信息 說他是外國留白天 可以吃一四人 給他決定是當中退海 這個演講的費用 而且在水平後離開 這邊的官長 鄉東京 還有這個教育處長是尾處 前後離開四列 也供調印度都不如轉 會有適合的出份 演講之前受到賴的信息 之後馬上直接離場 這名港司是齊博林 使喻看近臺灣 德園齊博林的好心 才會受到廟列官立 導賊官的邀請 以為空中看臺灣為地演講 但是演講之前受到關府 七星新版人賴的信息 雷龍是殺到齊博林 德園的好心三十歲 克勞爬的第一任就可以吃一四人 齊博林當下是不敢相信 當中退還演講的費用 社民館應該要離場 思喻也在臉書的表示 這是我這幾年來最感到無力的一次 當下的時候他有跟我說 但那時候因為 就是像剛才講 其實就是心裡會覺得很委屈吧 就是說一直以來為父親的理想跟志業去做拼搏 廟列官府十五號暗時 冠軍發佈聲明抵抗 七星新版人疑似五傳信息 但是個人的現行已經做成工師 感覺不開心 輕輕不欠 而且提出清洗 教育處長和科長是結構抵抗 強調新版人的行為是相當的無失蹤 也沒有失陰憲優的支部通意清洗 管長總臨先在16號百名在臉書地欠 也希望共調管府有特徒不足的問題 後少會來救折 七星新版人共調 希望這事情到這裡為止就好 方向外界關注的焦點 倒閉基金會在的環境夠有頂端的努力 記者 苗里台北報道